继封兵的阿美族实验小学成立之后 瑞穗乡的贺钢秀夫团系阿美族实验小学 也在四号盛大的接牌 并且和封兵以及正在筹备转型的 复礼封南国小结盟资源互助 县长徐真卫特别到场参加 并且表示台湾为南岛羽系国家的故乡 借此机会让台湾南岛羽系的文化教育 可以和国际来接轨 由封兵国小及副理乡封南国小学生 一巡阿美族巴达古斯参加 瑞穗乡赫钢阿美实验小学街牌全力大会 带着礼物传达喜讯 接着由部落头目带领各与会嘉宾 从传统家屋取火来到城中央 共同点燃火盆 象征着阿美族文化教育 辛火相传 场面热烈 代代绵延 辛火相传 日志强赫钢修古兰系 阿美族实验小学在筹办一年多后 今天盛大举行街牌仪式 现场灌溉云集 不过相较于其他民族实骁皆由圆明级校长担任 普上任被圆明级的校长有可如表示 这也就是台湾多元族群文化的教育与学习 我希望让孩子对在地有信心而且有这个了解 然后带着这个跨文化的这个观然后面对世界 那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是多元文化组组成 那所以我本身是一个是一个闽客的一个背景 那我愿意用这个学习在地文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姿态 跟我们的老师互相齐勉 我们有排湾族的老师 有阿美族的老师 有太鲁格族的老师 有克族的老师 有闽南人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多元组成 那我们一起来学习阿美族文化的美 所以我们班萨娃娃的这个未来 是在我们的手上一起去共创 校长也进一步强调在课业之外 也和封兵以及正筹办转型为 十小的布里乡丰南国小结盟 共享传统文化教育的资源 相当关注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的县长 许真卫也特别到场参加 并表示台湾为南岛与系国家的故乡 借此让台湾南岛与文文化教育与国际接轨 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阿美族的教育 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学到最正确的 我想这都是我们所有的长辈 所有的最希望的 我来自哪里 我学我自己的老祖先的一个 赫刚国小转型成为全台第二所阿美族实验小学 除了一般课程 也强化修夺链系阿美族的民族文化 记忆智慧与科学 推广世界环境永续等议题教育 强化在地化教育与国际教育接轨 让学童对自己民族文化有执行心 培育现代化的帮扎娃娃 记者11月蓝瑞瑟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